我还没有介绍这个发问的系统,大家都已经自己聊起来了,可见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就是Technology Selling,但是我之前还是介绍一下,我通常演讲就是接下来两个小时是没有准备既定的主题的,也就是说大家想要听什么,我就讲什么,那我怎么知道大家想要听什么呢,就是靠扫这个QR Code,那如果这个QR Code 扫到的话,那也可以手动建入slido.com,slipo.com,然后输入00730, 那么简号不用输入,那不管你是透过输入这个代码,或者是扫QR Code,都会进入一个匿名的发言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大概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是说它是匿名的嘛,所以说大家这个举手发问的时候呢,这个心理压力会小一点,因为通常各位可能还好,我们在工部门,只要是这个局长处长来,这个他的树下的就大概都不敢举手,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个比较之前的同仁们, 也有非常多发言的空间,当然,这里没有这个问题,那但是呢,即使是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一般我们举手,还是问问题会打有六七折啦,那匿名的话就不用打折啦,想到什么就问就好,感觉大家都爱来滑手机嘛,有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啊,所以其实,第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匿名的留言,那第二个特色是可以按赞,所以像第一个已经有五个人按赞,那就表示说大家比较赞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只要有足够多人按赞, 它就会辅到最上头,那最上头的呢,我会优先的来回答,那随时大家的追问呢,可以跑在最下头,会比较出,一位朋友是我的表情符号,这个在iPad上能够呈现了,现在是可以呈现的,好,那所以我示范一下啊,比较说,有13位朋友们,同意说,这是一个第三方系统, 是slido,这个是,不是benq的内部系统,因为有人在问嘛,不是benq的内部系统,但是我演讲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系统,所以呢,这个是答对了,那这15位朋友都非常的有智慧,17位吧,OK,可能已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了,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从现在开始到12点嘛,大家就随时发问,那如果有朋友还是想要举手,那可是非常的有勇气啊,那所以举手的优先选手永远,这个高货荧幕上面, 所以任何时候大家想要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对话,就直接举手就可以了,那如果到12点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回答到大家的所有的问题,包含举手的问题的话,那就先说我抱歉,但是我都会看问题,那如果到12点以前就已经都没有问题,也没有人要举手了,我们就只好提早结束,不过是三年来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了,我也不觉得这会是第一场,所以各位就稍微想一想,想要这个问我什么问题,那在大家在想的时候,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 举手问我说,这个我现在的办公室在哪里,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办公室,因为这个办公室还蛮有意思的,我现在的办公室呢,就是在,这里,它是,哎,灯要不要关一下,这边是,不是那个人,没有问题,这样的办公室是在,仁爱路三端九十九号,那本来是空军总部, 就是空军总的那个基地,它隔壁就是建国花市,再隔壁就是工业局嘛,当然森林公园对面,那工业局隔壁就是我的宿舍,所以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大概就是走路走个十分钟不到,就可以来这边上班,那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本来是完全荒废的,快两年前我们刚进住这边的时候,是一片废墟,地下室水都沿到脚踏,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重新改造一下,那怎么改造呢,我们就挑这个地方,然后办了, 四场的类似共识营这样的活动,邀请全台湾正在投入社会创新,就是透过各种各样新的方法,去让大家都可以参与,然后为大家达成 公益,就是包含环境和社会的永续了,那这些朋友们一起来做这个设计,那各位可以想一想说,这种共同工作空间,在全台湾已经有过非常多了,到底这个有什么特色呢,因为这个是完全像slido一样,越多人留言,越多人按赞,它的主意就比较会成真嘛,就像放天灯一样嘛,那所以当时 飞得最高,最高的几盏天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有厨房,而且要有专属的厨师,而且要有咖啡店,因为这样才能够把人留下来,因为一个社会创新一个新的理念,大家听到的时候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就忘了,除非你把它食做出来,但是呢,如果东西好吃,一定是会记得的,所以说一个月之后,大家就会再回到这个空间来,这样子让我们办理这些活动的时候呢,比较群聚的效应,那第二个大家要的就是,每天都要开到半夜十一点,而 而且周末也不例外,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给所有朋友去办活动,那办完活动大概都八九点,如果各自带开,就没有互相这个混搭的这个作用,所以呢,都会来到半夜十一点,那第三个的这个概念呢,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每个礼拜当时来主持这种共识,大家觉得很好,所以就不要走了,所以我以后每个礼拜三就都待在这边吧,就任何人都可以来见我,所以每个礼拜三,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我就在这边是我的office hour,任何人他只要对台湾任何新的想法,都可以直接的来这边,来跟我沟通,那这个地方的一草荺木啊,这些公共识事啊,public art,都是我们社会创新团体,靠屁相处其中有一个团体,叫做写汉人基金会,各位可能有听过,写汉人基金会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想到的是,我不知道,烘焙啊,糕点啊,等等的这些事情, 但其实写汉人基金会也有公共艺术的这个产品线,也就是说,哈尔们他看世界的时候,不像我们是可能透过文字,透过数字来看这个世界,但是呢,写汉人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透过几何的方式来看,所以当他们画出,他们所看到的足球场的时候,就是一个让人非常有创造的一个地方,那一踏进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举一个例子,好比像说,之前在office hour的时候,有些朋友过来,说,哎,你这个地方很棒, 而且呢,又不是公共道路,刚好是自驾车最好的一个实验场,然后呢,我就想说,自驾车这个不是很危险吗,可能会撞到人啊,等等,他说,不是,这个是三轮车,三轮车我们知道,虽然通药里面说跑得快,但事实上它跑得非常的慢,那也就是说,撞到东西都不会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device,那这样子的一个自驾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是open hardware,就是任何人想改就可以改,open source,任何人想要改变,它演算法也可以改,而且是open data,就是 大家都可以去看说,这样子的自驾车怎么样反映它的周灶,那所以,这样子自驾车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好像它硬要我们去做出什么样子的服务模式,这个,这个灯光非常得千年万好。 有种在看烟火社的感觉 总之就是这些自驾车 他这个也会像这些灯一样 也是会闪灯 也是会怎么样 但是呢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呢 大家就涌起了很多想象 比方说我们搬这种工作坊的时候 附近的一些长辈们 可能是里面活动中心的朋友 一看的时候他们没有认为这是自驾车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菜篮 确实你看一看也有点像菜篮 然后他们就提了很多用法 好比像说这个菜篮呢 如果他去建国花市就在旁边 买一盆一盆的兰花什么的 那这个菜篮呢就可以跟着他走 好像一步一趋 因为如果是长辈这个多买了几盆花 这个很重 这个花是可能逛不完 没有逛到这个浴室场就已经就是逛不下去了 那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真正的神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菜篮如果能够训练到 能够跟着我走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每次买一盆买一盆花 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北克大的朋友们呢就是说 这个点子很好 他们可以试做看看 而且呢当这个买的时候 他就会召唤另外一辆的还可以继续跟在你旁边 就一路买这个购物车就好像一个车队一样 然后呢你买到底的时候呢 就坐上第一台 他就送你回家嘛 那这个user flow其实是完全不是这个本来的设计者的概念 本来在这个MIT Media Lab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样这种用法 当你用社会来决定这个norm 就是我们怎么样跟AI相处这个常规这个规范的时候 有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对他的接受度就会高非常多 他不会像是外来的入侵的殖民的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这边要求他去做一些改变 好像有长辈反映出这个红灯闪啊闪的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无法判断这个情况 他跟丢了的时候会在那边就是很无助地闪这个红灯 那可是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就有长辈提醒说这个不太行 所以呢现在这一台呢 我们已经到第三台了 就是有两个眼睛嘛 然后呢眼睛也会跟着人这个走啊 还会眨眼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飞语言讯息来告诉你说 他有了解到你的飞语言讯息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循环的过程 我们叫code domestication 那这样子的互相循环过程 就可以有效地去明评说 好像在一个新的概念出现在这个我们社会里面的时候 当然有一派觉得这是破坏式的创新 稍微破坏一下无所谓 那另外一派会觉得说 那我们社会的正义社会公益 这个要怎么样子去维护 那这两个呢其实是一个假两难 我们透过这样子协同式设计的方法 就可以来解决这样子的假两难 所以我的工作呢大概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部会之间 因为大部分的部会都有派人 哇 下一次我们做那个无人机烟火的时候 我们要参考一下这个特效 各种不同的部会来调和各个不同部会的价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lide上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表示大家好 对我刚刚忘记讲了大家好 然后有两位朋友们表示这个调风好散 谢谢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这个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说现在主要的工作大概有三个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portfolio 现在主要的工作 大家可能知道我的title吗 叫做政务委员 那政务委员这个英文非常的难翻译 所以我就自己发明了一个翻译 叫做horizontal minister 这个水平的委员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有32个部会 那32个部会都是垂直的管理嘛 就是每一个事业体 我又怕想成31个NPO了 就是大部分都是要花钱达到公益的嘛 就一个中央银行是要赚钱的 当然国公也蛮赚钱的 但我也如何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每一个都是垂直的 那我们有32个vertical minister 但是呢在我们行政院院本部 我们有9位horizontal minister 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去调和这些部会之间 价值有所冲突的地方 以及一些新兴的事物 每一个部会都说这不是我管的 好比像说我刚一上任的时候 所出现的第一个案子 叫做e-sport 就是电子竞技 电子竞技现在当然已经习以为常了嘛 可是当时在我们公布门里呢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很多选手在那个立委办的工厅会说 他们没有办法enjoy 好比像说运动选手 但另外一方面也跟这个智力竞赛的选手 也完全不成正比 等于电竞是完全没有人管的 选手的部分 那我们就想说 这个是不是一种运动啊 应该是体育部的事情 那教育部的体育这个部分 那但是呢体育术就说 没有啊我们管的是动身体的体育嘛 physical education 那玩电竞没有动到身体了 我说有动到谁吃 他们不算 那所以总是没有动到身体 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是一种文化啊 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 然后文化部就说没有我们管的是传统文化 就是你知道琴琴书画那些东西 那这个电竞呢这个不是传统文化 当然不是嘛 以前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他觉得这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经济部是说你这些 你把它叫做球员好了 我们管的是球篮啊球场啊 这些硬体的部分 那但是呢这个球员说真的 经济部从来没有管过 这还是应该是教育部的事情 那所以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是三个部位 这个各自推来推去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 如果谁不小心接下来 谁就要做三倍的工作 本来不归他管 也要变成归他管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去进行协调 那我协调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刚刚说任何人礼拜三都会来找我 那也包含电竞选手啊 所以我每次这个跟他们谈话的记录 是全部都放在这个网路上面 一个叫做say it的一个系统里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我当数位政委之后 一共跟4100多人讲了 20万3000多句话 那一共开了这个945次的会 那所以每一个我所主持的会议 不管是一开始的电竞 还是到后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是完全公开的 那这个公开跟大家可能习惯的 所谓的会议记录 行政员的会议记录 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会议记录里面 通常就是你可以看到谁出席 然后什么决议主席才是 就这样子了 那但是呢 这个我们呢 内部的讨论呢 事实上是逐字逐句的 就跟那个在司法院 或者是现在立法院一样 全部都公开出来 然后每个部会当时的立场 也全部都公开出来 然后呢我就在这边说 那我们已经解决了哪些 只是绿灯 还没有解决哪些 是黄灯 有一些部分呢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快部会的考量 那个是黄灯 然后呢一切都在 十个工作片之后 全部都公开在网路上 公开在网路上 这个并不是直播啊 所以中间有一些 我们开玩笑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 听起来就不太 professional的话 其实都已经删掉了 其实大家都可以编辑了 但是我们也开始能改自己的部分 所以那下面一看到 就是说啊 这个公园相当的专业啊 那所以呢 我就接到了很多的这个回吻 好比像说在巴哈姆特啊 在Mobo 01啊 在PTT的LL版 或者八卦版啊 或者之类之类的 都有非常多朋友 给我们这个批评指教 那所以呢 我的工作呢 在下一次会议 就是把这些专业的 第五个留言的朋友 就是所有的五楼啦 的想法 这个带进 这个公园门里面 那我们知道呢 为什么五楼特别专业呢 因为前四个回应的人 其实都没有看两个文章嘛 就直接回来 所以呢 大概都是一些情绪性的发言 那第五个回应的朋友呢 是第一个他能够完整看完的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看完的表示 那是这方面的domain knowledge 那所以说他的回应呢 通常都是异于重地 好比像说 就有一位五楼回应说 诶 那其实围棋选手 现在是文化部管 替代异的部分呢 为什么电竞不能够比照围棋搭理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所以我在下一次呢 就把它带回去 用文化部的朋友讲 我讲说围棋怎么会是一种电竞呢 那我就说 哎喵啊 现在围棋呢 都是在往路上下了 一个骑手的仰肠 那部分都是在你电脑上下了 这是事实 现在AI呢 也下得比人类好了 所以AI还可以当人类的老师 这个也是事实 因为当时它发购已经出来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慢慢就说服他们说 真的围棋现在是一种电竞了 那既然围棋选手要收到保障 我们要的也没有更多嘛 只是比照围棋这种电竞而已啊 别的电竞比照围棋嘛 文化部想一想 就冬夜了 就看下来了 所以这个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文化部那位 主力自己是下围棋的嘛 他也了解到 这个有团队精神啊 有培训啊 有什么东西 他是没有想象过这个电竞 也有一个相同的这个精神而已 所以就是总之我的工作在一开始 所谓的一个 horizontal minister 就是去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数位时代 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 来跟大家沟通 那就是所谓的open government 就是我们radically transparent 我们把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 即使在你搞的阶段 就已经完整地公开给大家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不会在那边猜测说 为什么政府要做这件事情 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所有的考量 都可以非常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而且乡民们呢 也可以给各种各样的建议 当然呢 我在带回会议的时候 都已经把金碳号拿掉了 但是呢 金碳号拿到时候 大家也是很专业的嘛 所以这个 这个各部会的专门们也发现说 这个乡民真的是很专业 我们不能够轻易这个 去dismiss他们的一个意见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两边 都看到对方是有signal 不是都是noise 事实上把noise都已经滤掉了 所以也可以说 我是担任一个调变解调变器的角色 就是一个modern的角色 那我另外有两个mandate 一个是所谓的use engagement 就是我们行政院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那以及我们在各个地方去巡回 去跟各地的青年朋友们 去进行讨论 看说他们对我们的 市政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那接下来呢 就是做social innovation 那本来是做社会企业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很多在初创的阶段 他还没有一个产品或者服务 后来根本是大学的一部分 像大学社会责任 他也没有一个公司 蛮好的一个组织 那最重要的就是合作社的朋友 你是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硬分成这个企业 跟非盈利的话 合作社不知道要摆哪边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都叫做 soci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就是社会创新的组织 那这三个是我目前主要的mandate 那不过呢 我的twitter 然后以及我的出国的行程 目前都是外交部这个区断征收区了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的twitter上 全部都是外交部的小编写的 所以我还有一个没有特别列在上面的 就是数位公众外交的这个工作 不过那个是总统权限了 所以理论上也不应该是 政务委员的工作 就是帮忙这个协调一下 所以大概就是这四件事情 就是我目前主要的工作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当改变不了体制的时候 该如何自处 那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发明家 叫做Botminster Fuller 那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不要试着去改变旧的体制 不要试着去挑战旧的体制 相反的 应该去做一个新的体制 然后让旧的体制呢 就自然的消灭起目的 就是Rendered Old One to Solite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一直做的一个精神 一个哲学 就是说我并不是去反对什么 我并不是去推翻什么 也不是去改变什么 我在做的事情 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示范 就是让大家看到说 用激进式的投资 这样子公开出来 我们你搞阶段的事情 不但对于公务体系没有坏处 事实上有许多的好处 因为在以前呢 好比像说一个部长 那他如果想要一个施政 做出来 那他底下的公务员 尽心经历了他做好了 那当然功劳一定都是部长的功劳 院长的功劳 总统的功劳 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呢 这个部长永远都可以说 这个事务官执行不利的 那所以这个下属呢 就要担这个责任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概就没有什么创新的这个 motivation 那但是我现在示范这个 在各部分慢慢开始 推行的一个 radical transparency的概念 就是说 哎 刚好想法 就是我们现在 好像又巡回到 各个不同的 乡镇市区 因为我刚刚说 所有人都可以来找我 那但是我毕竟还是在台北啊 所以呢 我开了这个 office hour之后呢 这个过了一阵子 我就发现说 会来找我讨论 或者想要sandbox 就是他有一个想法 想要挑战 所以我的法规 我们答应一免不去罚他 那但是他在一年里 也要完全这个 轮开透明的 揭露他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失败 真的来找我的人 大概就是住在高铁旁边的 因为这个时间身份比较小 那所以呢 我发现到这件事情 就很快 我就除了每个礼拜三的office hour之外 我都没两个礼拜二 主动去 离高铁越远越好的地方 然后呢 去进行这种regional innovation 我们现在叫做地方创生 那我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推出地方创设的这个方案 所以我们叫做社创巡回 那这个巡回呢 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 好比像说 内地就是南投了 那或者是说 特地道啊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 原住民族的部落等等 那我通常都会先去住个一两天 然后先了解一下当地的状况 那但是呢 在跟我这样子进行会议的时候呢 是各方的厉害关系人都在 那如果我是一对一的 谈的话 大概他们要求的都是一些 可能主要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事情 但是呢 在有这个公开的这个 逐自搞的情况下 多方利益关系人都在的情况下 大家就不得不把这些东西 稍微转换成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 那在大家提出这些 这个具体的有公共意义使命的 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听 我们透过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的一个叫做zoom的系统 就直接去透过双向视讯的方式 不管我在多偏远的地方 都直接把台北的12个相关的部会 直接透过这个视讯带到现场 那因为台北这个成效卓著 所以现在加盟的就有桃园 有台中有高雄有花莲有台东等等 那我们当然以后就会尽可能的 让每一个地方的社创团队 都可以等于就是跟着我 去巡回台湾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不需要去改变现有的体制 这12个部会的朋友 还是report给他们自己的部长 他们自己的局长等等 但是呢 在以前啊 一个地方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通常呢 这不是单一部会能够解决的 但是呢 就看他提给谁嘛 如果他提给当地的进发局 那就一定要进去 那经济部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我经济部自己可以决定的 我要去会内政部 内政部说我要去会卫福部等等 但是每次的这个会文的意思就是说 他本来讲了一个小时 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就要浓缩成一张A4纸 那但是呢 这张A4纸上面呢 其实已经完全丧失本来的脉络 他只是变成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当送到内政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有点像是泡面嘛 去加水还原嘛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呢 其实大概都是错误 都不是实际当地的状况 因为这个经济是一个脑部的一个动作 那脑部虽然是很补啦 但是呢 大概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每次会文的时候这个 这个错误率呢 就这个 应该是exponential的这个放大 那现在呢 透过这样子一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还是说 我要去汇原政部去汇衛服部 可是内政部跟汇衛服部 就是坐在他旁边 所以所谓去汇衛服部的意思就是他 转头问一下内政部和汇衛服部的意见 那这样子的话 一方面 这个民间的朋友可以看到说 公务员真的有在 找尽脑子帮他们想办法 公务员可以知道说 如果这样想不出办法 那我们进入沙盒实验啊 进入什么东西 反正有风险都是火灾嘛 有问题都是唐凤的错 那但是如果呢 他们有真的做出一些创新的话 我们说见面三分请 但是隔着高频患的这个视频 至少有一个两分请嘛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朋友就可以知道说 或是这一位公务员 他勇于承担 帮大家想出一个新的解套的一个措施 所以他们有credit 但是没有风险 那其实我每次推行的这种新的系统 都是建立在 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更有efficacy 然后没有风险 或者让机制去承担风险 不是人事不是法治 机制去承担风险 然后呢 他做出什么事情 说他有credit 这三个不一定 每一个都可以 就是一次到位 但是每一个在做的时候 都不要牺牲另外两个 那就是设计新的解契的一个概念 这个机制如果设计的好的话 其实公务员是非常非常愿意 开始投奔自由 开始加入这个新的机制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也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就是你在你现在的位置上面 有没有可能去设计一些新的机制 让体制可以看到说 你不是反对它 而是施一些新的设计 施一些新的做法 有请问朋友们问说 对于性肯的推动 觉得可以如何再加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性别主流化的工作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秀一下这张图 性别主流化的工作 当然是在亚洲已经是做的 应该我们如果说第二 应该亚洲就没有第一了 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快的 就在就是大法官实现 然后两个相关的工头 一决定之后 我们专业的事务官体系 就马上提出一个 台湾独固全球的一个新发明 叫做结婚不结因 那这是我们这个同盟专法的架构嘛 就是我们把民法里面 所有这个权力义务 这个我们翻译给外国朋友都说 we legalize all the bylaws but none of the inlaws 那所以就是所有的权力 跟义务全部都透过超连结的方式 准用民法 然后所以那也不叫做超连结法案嘛 那但是呢 这个民法里面 有关姻亲的部分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aunt跟uncle大概就有16种讲法 那其实美国文化 都还有各种不同的讲法 这个呢 大家发现这个在婚姻平权的情况下 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熬口 很容易交错 那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下 那民法的姻亲的部分呢 我们超连结 都没有去连结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在东亚的这个 很特殊的社会制度底下 去发明了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外销到日本 外销到台国 外销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的 甚至南韩啊等等 因为大家都是就是 同时受到这个 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影响 但是也受到普世人圈的影响嘛 所以在台湾 我们就做出了一个 在高度冲突之下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 很有高度的一个做法 那为什么这个 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 尤其立法委员这个层级啊 是比 我这个简报当时的 加拿大做的 所以我就说 比加拿大周边 跟比台湾周边啊 都是平等非常多的 那我如果去北欧 大概就不会用这张托吧 北欧用过很多 那但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做 除了有政治移植 然后除了立法委员的 性别比例比较平衡之外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长达12年的 性别平等管考系统 那这个管考系统 才是我们性别主流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国外的朋友 几乎都不知道 我们有这个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很快速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12年以前 就组成了这个姓平会 这个姓平会 按照它的这个组织规程 它刚好设计出来 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 要是社会的领袖 百分之四十九以下的 要是各部会的部长 那所以这个组成呢 就确保说这个 社会部门 它在这方面是有 主控权 那我们的行政部门呢 是权力支持 但是绝不主导 这个是当初的设计的目的 那这个姓平会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即使他的工作 感觉上跟性别的关系 他比方说金网会的朋友 财政部的朋友 等等 他们在做任何 中产企计划 就是每年两百个 或者是提出任何 给立法院的法律草案 每年二十个的时候 每一个都要填写 非常非常复杂的 性别影响品 是他们给我 这才一个法案而已哦 这个我们这个 劳动力发展书的 这个其中一个法案 所以每一个公务员 他就好像这个 drill into their head 整整十二年的时间 他经手的每一项 中产政策的法案 每一个都要写 这个到底会对性别主流化造成怎么样 有利的影响 不利的影响等等 那这个每一个都要 独立的性别委员 这个监督签合之后才会过 而且呢 更厉害的就是说 他们这个里面 他最后都一定要讲 这个gender statistics analysis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法案 那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追踪 哪一些性别影响 我们放在我们的gender dashboard 就是重大性别统计资料库里面 那如果我们本来没有统计的 那按照这个影响品 我们就会开始统计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这个 就是重大性别政策 这个资料库 现在已经是具体移 什么东西都会量 包含什么 国中校长的性别比例 高中校长的性别比例 等等 全部都被取得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形成 新的theory of change 所以每次新的政治意志出现了 好像说 刚刚讲大法文 龙龙头出现了 大家只要回去 看之前的这个projects 和bills里面 怎么样去因应这样子的要求 很快就可以凝聚出 一个核心方案来 所以我今天当然时间 不是专门讲这个 但是要讲的话 可以讲一个小时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多关注我们的 就是重大性别 统计资料库 以及整个性品会的 运作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为什么可以 那么快的 就到达一个 非常好的程度 当然我们不因此而自满 所以关于性别的推动 在接下来 我们会用一个 所谓intersectional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是只是在讲 就是要在每一个委员会里面 就是有多少的 保障的性别比例 像其实不太需要保障 可能男性比较需要保障 在某些委员会里面 这不是只是算那个比例了 而是去更进一步的去把 好比像说照顾小孩 好比像说家事 好比像说一些机制的刻板印象 这个才是我们下一步 努力的目标 就是尽可能让大家觉得说 不会因为它的Biology 就成为它的Destiny 那这个我想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那就是我觉得其实真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已经十二年以来都是如此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在反送中事件里面 台湾如何看待北京的表态 以及未来的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势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是常常可以看到说 同样的技术 在台湾的用法 跟在这个PRC的用法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当时在这个华盛顿大学 在DC有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叫Citics Monitor 是一个世界人权组织 对于我们的集会游行言论等等这些权利 每一次只要有一个政府 就是更集中到国家的权利 更消除人民的权利 他就扣一分 扣一口到最后就变成黄色的 那所以表示台湾在最近 都没有这些扣分的举动 那事实上我们是 这个区域跟PRC 还有可能北韩 是最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的周边的各个区域 各个Jurisdiction 大概都在这个中间 去试图找到一个compromise 就是说我就是 侵犯一定程度的 民间的言论机会 结设自由 我把一定程度的权利 集中在政府里面 但是呢我也没有集中到 完全集权和独裁的这个程度 好比像说 新加坡最近这个 有通过一个很有趣的法案 就是所有他们的minister 就是像我啦 只要看任何媒体的 任何一则报道不开心 那就可以立刻下一个correction order 然后那个媒体就必须要 立刻更单 就是登阅更正启示 那这个更正启示的内容 还是这个minister自己写的 那所以就是这个 所谓避载啊 避载条款 那这个general correction 还适用在所有这个媒体 其他的有报 就是跟他竞争的媒体啦 所以即使这些有报 我们都没有这个 看载当时的这个 这个minister不喜欢的讯息 他们也必须要同时 这个联合登载 这样子一个correction order 你说这个算不算 censorship 理论上他没有把东西下架嘛 但是他确实会造成一个 有点寒蝉烧印 就是说媒体是更不想要惹 这个minister不开心 这个确实也是会的 那所以我们周边的 jurisdiction呢 现在不管我去泰国 或者我去一些别的周边国家 他们都在问说 那面对新加坡这个模式 其实是很有这个 吸引力的 那台湾有没有什么 跟这个能够相抗衡的模式 那我就说有啊 台湾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 就把这样子的权力 集中在社会部门 而不是集中在行政部门 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 好比像说台湾事实查的中心 好比像说Cofag 大家如果用LINE的话 最近已经上线了一个 就是要求查核的这个button嘛 那这样子一个要求查核 它其实都是到民间单位 而不是到行政院 行政院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 可以被查核的一个单位而已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向都是用 我们让国家 让state尽可能的 对大众透明的一个做法 那PRC当然 我们在香港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一方面就是 我们说的transparency 指的是把我们的预算 我们的执行进度 KPI采购等等 都对全民公开 那当然PRC那边 所谓的transparency 他们也说transparency 但是意思是把 人民的一切都对国家公开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用词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做的方向 这个可能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不同 那所以我想在香港的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香港的朋友们 他们很希望 他们能够保持 其实就是从英国 那个时候到现在的 左边的这个情况 就是尽可能的 他们都说是accountability 就是当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但是呢 确实也有另外一股力量 在希望把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转化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崭新的科技应用 比方说以前在功课系统队里面 才可以看到的光学迷彩 等等的这些东西 现在都在第一线 这个已经投入使用了 因为人类辨识实在是 到处都是 所以香港的朋友们 就会披一件光学迷彩 那在那一件衣服上面 都还有三千个人脸 那所以 情况下 静感人的在恋爱的 这个创新的第一线 对 那以前都觉得科幻小说里才有的 那现在这两个 这个想法的一个冲击之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 第一线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想 未来 这一场的应该是台湾海峡两岸 不是太平洋两岸 那这个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说 我们要一直去 demonstrate 说我们这一套 不牺牲人民的自由 其实是更 effective 甚至是更 sustainable 那我们只要一直保持了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不但是我们这个区域 任何觉得说 他们可能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民主政体 那还是有可能 哪一天反对党会执政 所以执政党也不是很愿意去 通过一些就是 之后就会被他的这个反对者 拿来打压的这种法律 那这些 jurisdiction 现在其实都非常的愿意 跟台湾来学习 所以我们是一个这个区域的 一个 viable alternative 那但是很快 我觉得我们不会即使 alternative 我们会变成这个区域的一个 value leader 就是慢慢变成 mainstream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是让北京部分看到说 其实他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而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 在维稳上面 当然我不一定能够看到那一天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把这个方向来做 有所有的朋友们问了一个技术问题 请问我的投影片是用别的软件做的 还是直接用goodnotes5做的呢 我的投影片基本上都是用keenote做的 那用keenote会出成pdf 再从pdf 汇入到goodnotes5 但是goodnotes5真的是很好用 很感谢这位朋友这个的业配 有12个朋友们问说 对于今年的教育新创 不论是说企业或者是非政府组织 认为接下来鼓励 市性发展的多元教育在体制外 还有哪些面向能够加强力道 以及可能有哪些部分是目前还没有人投入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教育的创新在台湾 已经非常久了 自从我们通过实验教育三法 到现在应该已经十年左右 已经可能超过十年了 如果你把一些市政府层级的公开名义 叫上去的话 那我还记得 我算是自主学习的第零代了 就是我跟曾亚 还有一个下围棋的可能 就去学习 已经记得了 但是我们大概同一个岁数 那在那个时候 还有强迫入学条例 意思就是说 像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跑去跟校长说 校长今天不想来上学了 那其实是要付罚款的 那然后校长那时候 我还记得说 你为什么不要来上学 那个我们之前不是讲好的吗 你只要这个科展 因为当时我已经获得保送资格了 我要读一个好的高中 然后考个什么GRE 什么东西的去好的大学 然后去研究所 你就可以跟你最喜欢的那些 做认知科学 做网络社会学的教授们 就可以当他的研究生 就可以启发paper 这个只需要奔退了十年的时间 我们之前不是讲好的吗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想跟上来讲 这个我这个 前几天发现有一个网站 叫做Archive A-R-X-I-V 那个就是好像是一个 布告来留言 把好像BBS那样子 只是说别人贴的是废文 Archive贴的是论文 那这个论文呢 就是最尖端的这些研究 在发表到期判之前 大家就一群人扣上来 要求大家批评指教 我就真的很不适上的 就去写了信 去培评指教 这个 您说这个 我想要 以后可以去跟他研究的 这位大师 然后这位大师 竟然还会 我写 而且还会纠正我的中文 他根本就被汉语拼音 那所以 这个英文信这个白白写了 那再来过来入 就是说 校长就发现说 真的 现在你不需要经过这条体制 你就可以直接在网路上面 跟大师一起合作 甚至在之后一起刷 paper 那但是他根本不知道我才14岁 对他来讲 就是另外一个研究人员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就bypass了中间的这一段过程 那校长就很认识地听完 听完之后就说 好了那你明天不用来了 那我就说 那那都学怎么办 那校长就说 还没有关系 我就帮你这个便宝 意思是这样 那断考就每次都开始出现 然后都交代卷 所以我这个 过二一直到过三 就是这样子过的 那所以当时只要有 校长的这种认诞 就可以去一定程度上 撑出一个体制里面的空间 所以我对体制的弹性 从那时候开始就充满了信心 那这也是一种创新的 那后来我就拿 这样是一个想法 去台北市的一个工厅会 去跟大家分享 那后来当然 台北市就开始有公关评读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有实验教育 那实验教育 这十年下来 也很坦白讲 就是虽然各种 各种各样的创新都有 包含就是国外的一些思潮 像华德福 莫斯索利这些 国内的一些思潮 都非常很多 但是呢 也不是每一个都很合适 有些国外的思潮 他可能这个学徒不符啊 等等 都是都是有的 那当然有的一些长得很好 像华德福 那在这个过程 十年的实验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的国家院 就是去做课纲的这一个单位 也发现说 他必须要与时俱进 所以在做下一次课纲 也就是下个月 即将上路的108课纲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找了这个 这个方星焦老师嘛 就是军医的方星焦老师嘛 就是军医的方星焦老师 然后跟我啊 去加入 我们的课程发展委员会 去为实验教育里面 那些web的部分 不web的部分 就课纲里面 建筑助理不要 不要再重复这个 因为实验很容易失败的 再重复这种失败 但是有些web的部分 好比像说从技能导向 变成素养导向 从人跟人之间的竞争 变成人跟人之间的合作 团体跟团体才要竞争 等等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思潮 我们都把它写进了 新的课纲里面 所以这个新的课纲 在今年能够上路 我觉得是把实验教育 所有实验成功的精神 一次都收割 一次都参考 参考到这个国民教育里面 那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在接下来的实验教育的方向 可能就是在教材教法上面 因为现在的新课纲 跟以前不一样 旧的课纲是钢性课纲 就是学校都是国教署的执行单位 但现在是柔性课纲 就是每个学校都可以 发展它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第八节课很多社团 包含教电竞的专班 教哲学的专班 教这些东西 都变成了学校的招生的特色 尤其在高中的时候 已经完全是跟大学一样 有选修的制度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个地方 现在都会跟地方的 像社区大学等等 做教育实验的朋友们 进行结合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以后 大概不会有体制外 因为体制内的分别 体制外一部分 也会变成体制内 就是学校的 家事家房课程 校园课必修 校园选校园 学校的课程 那体制外呢 的力量 可能就会是在 整个学校的组织 整个学校的管理 甚至整个学校的 因为实验学校可以 不一课纲 甚至下一代的课纲 可以怎样子设计 那这是我会很努力 继续做实验学校的朋友们 去参考的 因为上一代的那些教材教法 实验成功的 其实真的都已经 进入我们的国民教育 是大家可以投入的 那至于目前还没有人投入的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人在试 但是可能因为技术成熟的关系 所以我自己有试过 在入阁之前 像入阁之后也有 就是做这种教师的重点 好比像说 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位置 没有做满 那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实验 我人在巴黎 但是我同时对高雄的 跟杭州的 然后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受课 但是呢我在巴黎 是一个人关在旅馆房间里面 然后我就带上这个HTC Live 然后呢我就看到 他们用3D扫描出来的教室 然后把它重叠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就是说 我就一带上之后 除了看得到各位之外 空的地方也都冒出人了 也是一个阴阳眼泪 这个每个同学 他只要带上这个卡布 或者像这个 就是 那时候还没有 就是卡布这一类的眼睛 往左往右看 也都可以看到 杭州可以看到高雄 高雄可以看到杭州 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教室 透过AR的方式 把它叠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而且当时我也问过 邪正院的秘书长说 这样子算不算这个 父母讲学啊 他说算了 因为你的那个 Broadcasting是在 Google的彰化期 访问是人家也能过来 不是五天过去啊 那所以这个行政院也觉得很OK 那anyway 总之他们那边就是 PRC那边也问了 可能也问了他们的正位 我他们正位都没意思不一样 他们的政治局常位 然后总之他们也说 这个没有关系 那所以后来才有大家看到的 我在日内娃等等的这一套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打破空间疆域的这种教学 目前所谓双试教学 双试教学 大概都还是有二维的 但是用Immersive的方式 能够横跨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地方 目前可能因为他所需要的这个资本 等等 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有规模的在做 但是自从Oculus Go出了之后 其实这方面的成本已经大幅度的下降 那我也了解说 很多这个Hololens师太系的朋友们 也在做这方面的实验 所以我觉得等Fill of you的问题 稍微解决多一点点 应该就可以看到 更多人去做这种Immersive learning 有视频的朋友们问说 请问对于韩国瑜现象 是不是创新一种 创新在政治上面的成功 当然是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 我现在要叫做市长 还是叫你参选的 韩国瑜市长今天参选 其实我觉得他是蛮creative 就是他可以去 对于有效的 其实这有点像是 欧巴马和川普使用Twitter的这个方式 当然这方面川普是更强 就是说 Twitter它本来设计出来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诗学的poetic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因为你能够用的字数实在太有限了 你必须要在每个不同看的人心中 唤起一个离他靠近的感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诗学的一个poetic的一个概念 当时我跟苹果一起工作了六年做Siri的时候 我们就是征人一直都征不到 然后一直都在征的 就是诗人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希望说 在每个不同的情况下 可能像Apple Watch 各种不同的 affordance里面 因为你能够注意到你的 voice system的时间数真的非常短 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表达出 让大家觉得会take action的 这个所谓的巧推嘛 那这个是非常需要诗学的工作 那anyway 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韩国瑜市场间 你参选人 是非常的会运用社会媒体的这样子 一种poetic的这样一种作用 然后可以让每一个人看到 都看到他们觉得是很有希望的这个一面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式任务的必修课 那其实就有我们内阁在上次大选之后 换成这个俗诚之邦院长之后 但他们也开始这个就正式这一部分 然后也有所谓的222原则 那222原则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这个韩国瑜市长 这个帮忙demo一下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什么叫222呢 222就是你要在一小时之内 给出一个标题不到20个字 内文不到200个字 至少有两张图的这个尾音 然后确保说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瞬之间 所以就算是你的LINE 你只画一秒钟 就知道值得再讲什么 那所以就是我们的院长 这个是我去这个国外的时候 都会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当时我们侦测到说 在LINE上面开始传一个谣言 怎么侦测到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是检举嘛 检举谣言 那说这个七天内 这个烫两次头发就会罚一百万 这个很奇怪 所以这个不是真的 那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年轻的这个苏院长 说也许我现在是没有头发啦 但是我不会惩罚有头发的人 那里面就有一堂小字 说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从2021年开始 染发剂的生产上必须要写它的染发剂的成分 但是全部就是这样子而已 跟烫头发没有关系 那但是呢 这个最后就是我英文没有翻这一句了 但是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苏院长的照片说 不过你在一周之内 你如果烫了很多次头发 它会伤你的头发 所以严重的时候 你就会看起来像这样子 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们有很好的数 就是量化的证据 证明说第一个 大部分的人是先看到这个 再看到那个谣言 就是它的扩散的速度 原来那个谣言很快 第二个是说 大家看到之后 就好像有一个打了预防症一样 他再看到那个谣言之后 他是觉得好笑 他根本就不会觉得 想要把它转转出去 也就是他真的有 你如果用个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他真的有innoculation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那所以我们从上次大学之后 我非常高兴看到 我已经唱语这个唱语很年多了 他高兴看到说每个部会都用这样子 就是公开快速结构化的方式 用一些非常有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只是诗学了 因为他还有这个文图配合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都叫 Memetic Engineering 竟然叫谜音进步党了 就是总之就是去做一些谜音了 那这个我们当时已经觉得很强了 但是后来开会的那个是完全超过这个 已经超过十倍左右 就是我可能不会救你 这个可能大家都有看过 就是在太空间 如果有人跑去这个海边 然后去什么烤肉啊 上运啊什么之类的话 这个发生危难的时候 海巡族也是有家人的 可能不会救他 对 这个因为这个非常 他内在就有一个高度的冲突性 但是他把我们很多海巡弟兄姓声讲出来 然后又配了一个连续剧的一个还是一个影集 就是那个影集我当年没有看啊 的那个照片 那所以就一下子召唤到很多不同群人 不同群人都看到不同的事情 那所以一下子他的那个Virology 就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我想各部各部的小编 现在都有一个这种群组 然后你如果去这个问他们这个 到底在竞争什么啊 他们都说这个就是在竞争这样子一个 Memetic Engineering的这个能力 所以一部分我们也要感谢这个 韩国瑜市长建立参选人 对于我们各部会小编的自己 有16位朋友们问说 针对网络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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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我先讲一下从行政院我们是不会讲假新闻这三个字 各位当然可以继续讲 但是行政院是不会讲这三个字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好一个困难 因为新闻这个字在中文 在英文你可以翻成news 但是你也可以翻成journalism 大学里面的新闻系 新闻工作者都是翻成新闻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假新闻的时候 我们的意思如果一开始是说假冒成新闻 像内容农场 它不小心就会有一个新闻工作 但是它的内容是假的 就是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喜欢的那种新闻 所以你们一次扫到 两个操作型定例上面不重叠的人 那之前我有一次去跟柯文哲市长 可能还不是你参选人 柯文哲市长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他就有说 他觉得这两种都不是假新闻 他觉得新闻工作者写了一篇新闻 内容都是真的 但是标题 编辑给他一个标题杀人 误导这个观众 他觉得这个才是假新闻 他是对新闻工作的一个不尊重 他讲的也非常有道理 所以在台湾假新闻 有三个不相关的操作型定例 那这个就会变成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实质讨论的事情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假讯息 或者假消息 假讯息就包含 资讯和消息的部分 假讯息在台湾 不是只有操作型定义 它是有一个 就是legal definition 就是我们罗宁臣政委 从其实地方选举前就开始召开 但是当时我们当然都不可能公开 但是一选后就马上公开 的一个操作型定义 就是它必须是故意的 又危害的 又虚假的 那这个危害呢 它必须要是 危害到公共利益 危害到民主制度 不是危害特定的故障的形象 那就是好的新闻工作而已 所以intentional harmful and truth 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定义 你必须三个都符合 我们才说 那这个跟言论自由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纯粹想要摧毁 就是公共利益摧毁 新闻自由 但如果你是无心的 如果事实上没有造成伤害 如果是真的 那三个只要有一个成立 那就不算是我们所定义的假讯息 所以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方面有三件事情 是我们在公部门可以做的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一小时之内二二二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当民间的第三方的查核单位 来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快速的 给出一个具体的回应 然后把力量集中到社会部门 现在在line上面 大家如果去检举不实讯息 那它就会跑到各个不同 市场的单位 这边有两个 那第一个是叫真的假的 cofax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政府 所支持的一个行动 也没有拿政府的钱 当然它的网址叫做 cofax 真的假的 cofax.g0b.tw 虽然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Ola 但是那其实是零 所以它是零是政府 并不是政府 那当然这个并不是在特别 对这个同事有所不满 也不是特定这个有 性别主流化的问题 这个是像晒晒子一样的 然后 对 就是就是每一个人称代名词 为什么这个性别主流化 晒出三次都是女生 对 因为总之 这个它这边是各种庙量 都有可能转转遥远 那所以它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任何人家的这个当作好友 市场卖现在有个官方市场的账号 那趋势客戟好像也已经间接过去了 大家就可以像检举垃圾诈骗邮件一样的去检举你觉得是假讯息的这些讯息 那我们知道垃圾诈骗邮件其实并不是个人私人通讯嘛 虽然email是私人通讯 国家不应该开拆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则email说 我是哪里的这个贵族啊 我有这个五千万的什么美金啊 你只要愿意付少少的什么 两万美金的处理费用啊 就会 会遣到你哪里的账户啊 在20年前我们email inbox里面大概一半都是这种东西 那时候也有人说email完蛋了 甚至也有位叫做比尔盖斯的朋友还说email一定要收邮票钱 如果不收邮票钱的话 这个email就会了等等 那在最后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其实就是说服像gmail和email等等的这个就是emulate 就是进行收信回信的代理系统 在上面加一个很简单的检举的标签 一面小小的棋子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收到的span 把它donate出来捐给 好比像spanhouse等等这个组织 这样什么好处呢 就它本来是在地下传递 但是我们现在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说 目前台湾最红的表演是哪些啊 好 然后 哇 丢笔的到现在还在传 真的是 对 但是现在其实理论上还不是就是选战的期间啊 所以大部分还是大家在关心彼此的健康 这个真的是最多的啊 这个什么跟什么一起吃会怎么样啊 樱桃这个什么 然后一定要这个怎么样处理才怎么样吃啊等等 那我们都有非常多这个朋友们这个来补充啊 当然说果蝇又从事额外的蛋白质来源 好像哪里会 无论如何 就是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嘛 大家都可以参与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表演的一个资料库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最近澄清的东西啊 到底有哪些 这个画面我就不听太久 免得大家精神的污染 但是总之就是这是一个dashboard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最红的表演是哪些 那当我们看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台湾70查核中心的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用国际上IFC的International Factoring Network的这个standard 去每一个去进行最终报道 他们人力有限 所以不可能每一个都追踪报道 所以他们就是在cofac里面看到 最近转传的最凶的 这里我并没有特别针对 领参选员的意思 不过它真的是最新的一则 那所以 总之现在正在转传这样子的照片 对 那然后TFCC的朋友们就说 去线上你的产生器 你这样贴什么照片上去 帮你叠合上去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常用的一个改图软件 那然后 而且他们还真的做了forensic 什么去说这个因为P上去的关系 所以就造成各种各样这个 就是forensic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问题 所以结论是这是何成小名字 这是错误的讯息 那Facebook也有欠那个自律守则 所以只要这边去判定是错误的 而且公开的把判定方法公布出来 那么Facebook现在就是已经 会把在上面转传的这些讯息 尽可能的不要在大家的时间转上面呈现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朋友 那不好意思你很边缘 他还是会修这一则讯息 那你只要有两个朋友 Facebook就会去修你另外一个朋友的动态 就不会来修你这一位女儿 这一个动态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不算是take down 因为你还是可以去点击那个朋友的profile 去看这一则讯息 只是说Facebook会有一个相关连结 这个相关连结就会连到 台湾市查核中心的这样子一个查核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在极小化 年龄自由侵害的情况下 无论如何 不让这些讯息浪费大家的注意力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把垃圾邮件放到一个 叫做垃圾邮件的资料夹里面 如果大家时间太多还是可以去观察看 我是没有这个习惯 我不知道谁有这个习惯 但是总之 它还是到了你的这个就是email里面 其实不是放在收件下 不是放在inbox 所以因此也不会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第二道防线 那第三道防线是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生效 那目前在立法院等待就是二读三读 那这个是选拔法的一个修整 简单来讲 我们台湾事实上是有全世界最先进的 所谓的阳光法案就是正式陷阱公开法 那这个正式陷阱的法案呢 其实以前都只有监察员可以做监察 他只会把统计报告上网 而且监察员还只能引命A4的指下来 所以当时居领便就发起一个专案 大家去把这个A4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豆腐 然后像catch啊一样 就是让大家来帮忙做文字辨识 然后结果监察员就很着急 就说你这样子就算每个格子有三个人看过 还是不能够保证都是真的 那如果是有假的怎么办呢 那然后居领便就说 那你们就自己公开嘛 就不会是假的了 那所以监察员后来也从善如流 所以现在就完全公开 他们公开的方法就是用结构化资料 你可以用就是Tableau啊 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处理的这个结构化资料 所以就有很多像这个应该是靖传媒 还有那个Reader都有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就是去把之前的正式陷阱资料去分析 然后把后面的政商关系的网络图去如实地呈现出来 但是我们在上次选举就是这么透明的正式陷阱法第一次使用 我们就发现就是所谓道高一致我高一丈 就是有一些可能在就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之外的朋友们啊 他们很有钱 然后也很希望特定的朋友当选 那他们发现正式陷阱是他们走不通了 所以他们就换了另外一个方法 大概就是在Facebook上面进行Precision Targeting 就是去特别挑住在某个地方有某些倾向的某些朋友 给他看一个讯息然后支持某一位候选人 那然后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倾向的不同年龄层的朋友 也给他另一个讯息 这两个其实是彼此矛盾的 但是也要他们去支持同一个候选人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因为不受政治经济法的约束 所以其实大家虽然传得灰声灰眼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通讯的朋友去做了帮忙操作啊 那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经济要怎么留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并不是违法的 它是当年合法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改变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下政治广告 必须要比照政治现金来看待 也不要比政治现金严格 就是刚好跟政治现金一样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Facebook会去揭露说 到底他下的广告条件是什么 以及是谁出的钱 他必须写一个disclamer 那这个出钱的人呢 如果这个三路通过的话 也必须揭露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就像洗钱房子一样 你就可以一手一手追到前面 那只要任何一遍 他收的最后这个ultimate funding 是从这个就是能够投票的区域之外来的 的话那么这些境外的资金 因为这样的关系 揭露政治投票的这个产业链 那这一手的朋友呢 就必须要受可能五千万亿拍币左右的这个罚款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并不是说没有言论自由或怎么样 只是说你如果用钱去买广告 这个应该推定跟你捐钱给候选人的政治现金是同一回事 因此应该要受到同样程度的透明的监管 那政治现金本来外国人就不能够绝盲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情 那各位也可以出动做的事情 也有三件 一个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部落会都有所谓的片方政府言论人 所以任何朋友看任何事情不顺眼 其实都可以到众议平台上去提案 那这个提案呢 只要你能够凑到五千人 那就可以变成说 不会一定要出来具体的回答 特别像说 快两年前嘛 就有朋友提案说 爆水原体难用到包涨 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位设计师 因为作为谁在乎谁痛苦 他最在乎 谁最痛苦 然后就被邀到刑警员 那当年这个桌子远提案 那我刚刚有答应说 这个要给公务员credit 所以当时的参加政府联络人士 那这位杨专伟呢 就这个很大胆的就是回应 那他的回应就是说 所有骂财政部 骂财帽红路的朋友 都收到一封邀请函 希望大家下个月到财政部来 我们一起来把爆水原体做得更好 所以本来八成的朋友都在那边说 财政部长下台 官猫网路 官商勾结 还有很多不堪入目的 那但是这个杨专伟一扣 然后我在底下回闻说 他说的是真的 之后那个马上就 马上就八成的朋友 风向就逆转了 就变成了很愿意来提供 正向的批评指教 只有一成多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其实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这位这个体验人 本身是互动设计师 那不只他 就是所有有联署的朋友们 都可以透过直播 然后透过slido 就是大家自然用的这个系统 来提出对于我们 暴雪原体的批评指教 所以在这个协作会议里面 我们就用可能大家已经很熟的 叫做user journey 这是服务设计的最基本功 透过user journey 去把大家的暴雪前 暴雪中 暴雪后 的行动 的需求 的问题 的情绪 感受 解决方法等等 全部都盘点下来 那网友我们知道留言的 那个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几千个留言 但几千个留言 你把它整理 分成别人之后 就那么多而已 其实就 问题就是这些 这些解决了 就解决了 那在这边呢 其实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提醒 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然后提醒他们 去提醒业务单位 因为是各位 这个提出来的想法 那我们 就是必须要 站在各位的这一边 所以如果大家的留言 是写自暴度 我们的便利贴 就必须贴自暴度 因为我们这个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公务人员 朋友们 脑里都有一个 自动的转换器 可能为了怕 这个长官高写牙 发作啊 当他看到这个 陈青或什么 写自暴度的时候 他都会 往上乘的时候 都会变成文字 少显容罪 那 再往上 就越来越和谐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 是装在他们脑里的一个 就是自动的绿锅器 那但是 因为我们这一场是直播的 而且我们主要是 希望大家来帮忙 我们肉片的文字 稍微软碎 那就没有跟各位 真的同一遍了 所以这个必须要 如实的去呈现 或像有朋友说 华丽到让人迷惘啊 他后面有很多 金看号 我们可以把金看号拿掉 但是字 必须要留下来 甚至两年多以前的 那个暴血完体 各位如果有用过的话 你暴血到一个阶段 还没有真的完成 这个 都还没有真的印出来 只是试算完毕 所以就会有一个 五区国税局 还长得不一样的 一个小娃娃跳出来 跳上跳下 然后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尽量好 对 这个会非常的讽刺 就是你在别的地方 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可爱 但你暴血 抱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这个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就会觉得 那个娃娃笑容 充满了讽刺 所以 那时候也有朋友 或者说便利店 现在最左边 因为他挑战我们的 设计的理念 他说 不要想要 让暴血的时候 让心情好 但想到要暴血 心情就不好 所以他觉得 所谓的痛快 就是痛的事情 就快一点 快一点就过去了 然后在中间 放几个路章 让大家在这个 心情不好的情况下 停留太久 因为我们在做服务设计 是让大家心情 越用越好 但是暴血不可能 心情越来越好 所以你就是 赶快暴血完 就结束了 所以这也是挑战了 我们的设计概念 那这个我们也一样的 把它贴在这个便利帖上面 所以接下来就是 对于这里面的 每一个垂直的部分 我们就开了四场的工作坊 右下角就是 当年在网络上面 最酸的朋友 可能用了非常多 不堪入目的死会 来骂左边的这两群朋友 就是我们的公务同仁 跟官网网络 但是呢 见面三分情 所以大家一旦这个 在同一个工作坊 开始实际化 下一代的网络前面的时候 根本就滑不下去了 那这个才是 真正对抗 假讯息的一个方式 就是solidarity 就是连带关系 就是当你跟这些公务同仁 或者像官网网络 建立了这种交情之后 你以后再听到 关于他的这个不实传言 当时对于这个的非常多 其实你就会想说 那我已经认识他 我问问他就好了 或像 大家都知道 团缝每个礼拜三都在空中啊 那email也都会亲自回啊 那所以 你就问一下团缝就好了嘛 就还有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每个礼拜都可以这样子 约出来这个 看电影大篮球 那你听到 关于他的一些不实讯息 就下次问他就好了嘛 那如果这位朋友 他三个月才回你一次讯息 然后回的都只会一半 然后又用一些八股文啊 什么文字烧些那种罪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 那这样当然 关于他的留言 就很容易相信嘛 那当然我们在去年在Mac跟Linux上面 就是先试用 新的报税界面 那当时就已经有 就是用他的一个满意度 那今年好像是已经超过了 98% 因为Windows的朋友终于 不用全Mac界面 可以来用 这个新的网页界面 报税 但重点并不是这个 迪算 你只要砸钱都可以买到 很好的迪算 重点是这个迪算 后面有五六千人觉得 就算不是我生的 是我接生的 我至少贡献过一张便利贴嘛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看到一个 完全已经没有看过的 就是竟然很多朋友 在社群媒体上 担任财政部的志工 然后去帮忙大家去解决 这个新界面的疑难杂症 因为大家觉得说 这个我余有容颜 这是我一起参与社群出来的 那有这种一起参与的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的留言 特别是关于财政部的 就不攻自破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很 目前很清楚 就是大家都可以实际到 自己也知道我的办公室 到这些协作会议的事情 那第二部分 当然大家也可以帮忙的 就是说 现在大家在Line Today上面 已经会看到 刚刚那种222小卡的那种转区了 那所以在上面 如果有看到特别有意思的 特别好笑 特别有梗 好比像说海伟会的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是可以自己去帮忙转转 那帮忙转转的好处 其实就是说 很多朋友他只要先看到这个 他就不太会再去相信那些 比较莫名其妙的导演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参与文统统 变成Line的全世界第一个 什么数位莫名 什么之类的 那Anyway 那但是第三个 我觉得是跟大家最有关的 就是在终身教育成员教育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生理五条课纲里面 已经把平凡的创造思考 媒体试读 不是一堂课 而是每一堂课 老师都要这样子教 老师从唯一的标准答案的持有者的角色 变成一个促进者的角色 让大家一起去看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媒体 帮助小孩分析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抱 然后以及协助所有的小孩 形成自己的一个想法 特别是工名课的老师 他们已经有一个共同备科群组 然后有事没事 就会去刺激他们的学生 去到我们Join平台上面来批案 所以我们在Join平台上面 真正承担了面对面的 其实15岁上下是最多的一群 然后是65岁上下 这两群人特别有时间 想想的是很有道理 然后而且也最关心 这个就是一代两代以后的事情 这个也没有道理 那所以像我们同样是两年多前 有一个提案是要把塑胶习惯都禁掉 逐渐的渐进式的把它禁用一次性的 各种塑胶的编系餐具等等 那当时一瞬间就5000多人连续 所以环保署这个严正一段 绝对一定是有个环境团体的大佬 才能够动员到这么多人 结果我们见面16岁一个高中生 那问他说为什么提这个提案 那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公民作业 我的公民可能是 所以我去 上面提一个回大家一起共鸣的案子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 那也没有人知道他才16岁 因为他用的是笔名 我们提案是用笔名的 所以他的笔名叫什么 我爱大象大象爱我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那所以就每个群組都自己转传 像一个叫做不素之客 塑胶的素啊 就扮演了很大的推波助澜这个作用 那但是呢最后环保署事实上是同意了他的俗称 所以今年大家内容就已经开始直接喝了 很快就是吃习惯了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是让公公们看到说 很多年轻人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而且他们不用像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们 每个周五不要上学跑到街头 就可以用网络取代网络来达到这样的政策的改变 那我们用存在技术建设里面的 社会建设里面的文化部的预算 也尽可能去呈现所有社会上这种高度争议性的实践 以及媒体在此之前很可能都是用单面片面的方法 但是透过这种教育宣导片 让大家能够看到说 其实媒体它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然后让大家可以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对每一个利害关系人 都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 那这个就是在IMPP上面 获得95分HBOA上 亚洲联播的《台湾之光我们与俄的距离》 那这个是第一步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 但是当时在 为什么这个算做公共建设 这个用的是基础建设经费 那为什么这种经常能的拍一部戏 竟然可以叫做基础建设 那当时立军部长的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第一个 他们制作的过程是公开的 那4K这个 pipeline 业界都可以来取用 它的素材是公开的 因为拍这个东西 我们在台湾模型资料库里面 有很多公开授权的 以后各国导演都可以很容易的塞他的紧 在这些我们已经数位化点名建法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他讨论的事情是有关公共利益 所以在这三个条件之下 我们当时觉得好他也算做基础建设 文化也是一种基础建设 那果然这个到后来就发现 所谓建设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这个大家真的还蛮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社区大学 在甚至尝照中心 或者甚至不管年龄层 大家其实都口碑非常好的这样一部片 那你看完之后 无形之中对媒体适度就会多一些了解 所以总之我们是用一种公共卫生的角度 而不是用一种战争的角度 来看这样子的事情 那但是在选举的时候 当然他的冲突会更升高 所以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当然就像刚刚讲的 政治现金等等 政治广告等等 都有一些特别的条款来进行月数 等于是这样 有爱说问朋友们质疑说 为什么可以那么快拿出资料 是不是有小编在后面 没有 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快拿出资料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常见问题集合 所以大家最常问的问题 一共大概这边是多少 这是六个 每一个都是对应到我本来的简报的某一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还有一半没有用到 所以最常问的这些问题 我就可以放在这边 但是还是有小编在后面 就是像我记得好像快两年前 有个朋友问说 那是英文问的 是因为国际的讲话 他问说 为什么我Google AI 台湾 想要找你们的人工智慧战略的时候 就找到五个完全不相干的一个网站 有一些是民间的 有一些是政府的 政府科技部一个 经济部一个 地方政府各自都有一个 台湾的AI 战略到底是什么 我根本看不出来 那然后呢 他想问 然后呢我就当场想要找简报 我也找不到 照网站 我也找不到 我当场去Google AI 台湾 果然如同他讲的 几个都互相不相干 那我就说 这个我会回去请小编来干 所以我每次常会问到的时候 我回去就会去跟我的同仁说 那这个同仁呢 就会去协调各国 又生出一个新的网站来 在下一次我被问的时候呢 就不会没有问到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Google AI 台湾了 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就是找出来的第一则 啊对吧 就是我们后来新嫁的这个网站 那为什么在SEO上面 这个大概很难搭带 就是因为他的网址就是 AI 台湾局 那这个网址也是很感谢外交部 这个提供给我们 因为外交部这个就是 所有台湾对外英文的 或者其他外语的网语 那它既不分各部 也不分地方跟中央 它实际上也不特别去分公务门 私部门或者是社会部门 那这个就是对于台湾的一个 类似像是国际上的一个窗口 所以大家在上的这个网站 不但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就是各部会 或者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新闻 台湾的AI的Vision 我们实际正在进行的 AI的五个旗舰方案等等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 好像我们在这个 账单汇发和SHORE一样 就是你用手机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后来别的5加2也都说 那他们也要 所以我们就 也一样加了一个Bio Taiwan 所以就可以一下子 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意产业 所有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叫了这个网站之后 这个医材的产业就来抗议 就是说这个Bio里面 没有包含Medical Bio 为Bio Medical 所以他觉得这是不行的 那应该要叫做 BioMed.Taiwan 那当时呢我们争执了 我们替他们争执了 大概一天 然后我们就说 我就说网域不用钱 所以你到BioMed 台湾是同一个网站 我们不用吵 对 那总之呢 这样子就是大家都有名字 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一站式的 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5加2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发展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DG 所以收益国家方案 就做一个极大厂的Smart 给台湾 波利达DG到台湾 也会到同一个网站 然后就是我们的收益国家 跟所有这些东西的相关性 那在底下就用一个非常古老的 叫做Image Map的技术 就是你按每一个气球 它都会跑到各种非常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就是我们每一次被问到的时候 就用一种非同步的方法 不是当场小编 就变成一个网站 我们还没有那么厉害 而是说我们回去 就请小编 生出一个网站来 这样子我下一次 就不会被问到了 所以大概是 就是透过群众外包的方式 来这个取得我们 只是对外公众的能力 有该十位朋友们问说 不是问啊 只是一个评论 说想要感谢这个新的系统 真的很好用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肯定 那其实今年 我们虽然就是8% 但是也表示大概有2%的朋友 还是不太满意 那大部分的这些朋友 都是已经没有电脑了 所以也就没有读卡机可以用的 的朋友 然后对于这个 他如果没有收到那个 40岁和43的 跟户号 这个像对应的的话 那其实他完全只用手机 其实是没有办法保随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 还剩这2%的朋友们 那但是这2%的朋友们 我们也不能轻忽 因为随着时间过去 只有行动再去 而没有电脑的人 只会越来越多 那所以我们现在 在明年的时候 其实在政府 已经跟内政府 开始合作 那以后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自然而评证 最近两年发的 其实都已经有NFC的那个晶片了 所以其实你理论上贴在手机后面 他就可以去感应 这件事情 那这个很少你知道 因为他加了NFC之后 跟NFC之前 他卡面上完全没有差别 不像那个感应的那个信用卡 还会加一个什么 什么Visa Wave Pay 什么东西的那个图案 这个他是静悄悄的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随着实行过去 我想有这种NFC晶片的 赞人评证会来越多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些人就答应开发一个 赞人评证的NFC 用那个新的就是 File Tool 对不对 的这种授权 Web Authentication 那这样未来大家 就不用特别装去弄成试 也不用特别在哪一个读卡器 等于你的手机就是你的读卡器 那现在有NFC的手机 是多数了吗 应该是吧 反正到明年应该是多数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让这2%的朋友 更满意一点 所以这也是顺便验退一下 有十六位的朋友们问说 Open Government的概念 如何避免过多的讨论 让效率或者执行力去降低 这个我终于用得到 我另外一张这张 那大家如果有学过 Design Thinking 这张应该是最基本的 就是W timing 那前面的部分是找问对问题 后面的部分是解决问题 那我们的协作会议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报线问题等等 都是在这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 在网络上面 这个大家的避免指教 几件的这个 可以收拾成便利贴的东西 可能是在左边 大家都要指的这个阶段 大家每个人都觉得 报线问题很有问题 但是每个人觉得 那问题的地方都不一样 那我们透过开放政府的方式 邀请最炒的朋友 不是有牌吃 进厨房炒牌吃 就是把口部的炒 变成火部的炒 这个过程 炒出来的这盆菜 其实并不是最后完成的那样子 一个系统 城市码的部分 完全并不是我们亲朋友们 来写城市码 不是这样子 我们来的是 一起做出一个codesign 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好的一个设计 都能够回应照大家的共同问题 就是那个how my way 就是我们如何 怎么怎么样 一件事情 事项要如何解决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经过这样子的 规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收集的其实是 大家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然后我们部会 跟厂商再拿这些共同的价值 去进行实作 那当然实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有eater 就是会回来问这个使用者 但是使用者 一开始要的那个东西 是一起凝聚起来 而不是我们做到beta test的时候 再让大家一下子 这个挫折不及 所以这个的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 我们会有很多allocate 就是它是early access 是让它有参与 所以它会愿意去帮忙找很多人 那第二部分是说 我们比较不会做错事情 就是比较不会问错问题 所以在左边的这个菱形 就是how my way 就是我们在设计思考上面说 就是我们在设计思考上面说 我们的diverge 跟converge 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要从mail brief 变成final brief 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是以前公共同体系 根本就没有在做的 那有时候用一些focus group做 可是focus group的问题是说 你本来都已经认识这些人 他的意见可能不会超出 你的想像 但是我们真的有的就是最吵的朋友 因为他最关心嘛 所以最痛苦嘛 所以就是专业的五楼 都可以能够要到这里来 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是更有efficacy 因为前面的部分 不需要efficient 我们只需要问到正确的问题 后面才是讲efficiency 前面讲的是efficacy 那这是相当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那很多明代啊等等也会说 那这样我们的决定权 是不是被剥夺了等等 那当然一方面 我们会要这个明代的助理 但是二方面是说 其实明代不管是预算权 或者是反馈的制品权 也都是在后面这个概念 对他们来讲 更凝聚知道民间要什么 其实这样子他们作为代理士 他们的工作 又会能够appear到更多的人 而不是好像他们自己要吸收 全部的研究的成分 所以简单来讲 在第一个单位的公民参与 第一个单位的open government 对大家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我们并没有说 一定要把它延伸到去代表后面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如果不是有 就是design thinking 的训练的话 比较难去感动身手 所以我们现在在公务人员的训练中心 在文官学院甚至微教学院 都不断地参开这种service design 的这种课程 让大家把design thinking 的概念能够融入 这种课程 有社会朋友们问说 这个 请问我的创意都怎么产生 我的创意大概都是在睡觉很小的价值 就是我的习惯 就是在白天听各式各样各方的意见 听完之后呢 我都不会有judgment 就是在脑里不会说这个好这个坏啊 什么东西 那但是呢 就是一定内部有很多价值的冲突嘛 我就带着这些冲突就入睡 那通常只要睡到八个小时啊 一醒来也就会想到一些创新的方法 可以照顾到这些不同的立场 但是又找出一些功能的价值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双方对你非常严重 那这样我就要加班 就要睡九个小时 对 那有时候这个甚至翻桌啊 什么就要睡十个小时 所以总之呢 就不管白天冲突会再接链 我是绝对是选每一边站 我帮每一边都可以练步 那但是到这个睡起来的时候 就会凝聚处理由 可以拿过去说 虽然大家吵得这么凶 但是有些共同价值 其实是大家都重视的 就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创意的工作 所以这个工作 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但是总是就是睡够了就有了 睡不够就没有了一件事情 有十三个朋友们问说 请问这个长发会创意吗 是不是有帮助 以及如何来保养啊 那有没有帮助这个我不知道 我有一阵子的发型 是那个张玄在城市那一张专辑的封面的发型 就是一边是长发另外一边是光头啊 我试过各种各样的发型 甚至因为我都是跟设计师说随便 那这个很少客户会跟设计师说随便 所以就别人不敢剪的都不敢剪过 好那但是如何保养 那如何保养 我 我 应该是有个网站 如果 这个也算是我的业务 所以也帮忙打一下广告好了 我都是跟着一个法医的中心 叫做好检餐 吃餐的菜 不错啊 还没使用很好 好那 保检餐是一家社会企 他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 去用一个 比较文清的 一个方式 去传播 关于 这次蛮文清的嘛 关于社会使命的一些事情 好比像说 我去过好几次 每次因为窗头发 或者是 做一些保养 那 我其实当时是比在店里面 注意力还被限做的 所以就只能看他们的文宣 那他们的文宣 就会开始讲说 好比像说 他们怎么样 通过议检的方式 去帮助在地的移工 或者在地的新住民 能够更融入社群 因为他们用剪头发和故事啊 之类之类 那又或者是说 他们在店里面提供的 什么街木木啤酒啊 还是什么冰淇淋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小农 在哪里 这个通过有机农发 什么富裕土地 什么之类之类 就为什么可以记得 这么详细 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 别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只好这个不断的 这个洗脑 那就是 让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去回应 他们的社会使命 那当时 把我洗头的那一位朋友 他是说 他是好像台南 也是学法医出身的一位朋友 他说他当时 看投绿币的时候 北部就只有投这一家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了解到说 这一家呢 是用种比较有点像合作精神 就是他有很完整的法医的Path 然后很完整的这个 跟学校技术教育的一个合作 然后让这些选法医设计的设计师的家长 能够实际来看一下 然后扭转他们对于法医的这个印象 那这一套做法 其实在长照有很多人做的 尤其在像台中有很多长照的咖啡馆 他就是做到说 虽然你是照服员 但是 同时又是一家咖啡店的店长 所以爸妈来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放心 因为爸妈对于照服员的想像 可能不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非常非常文艺啊 非常这个 有创造力 所以爸妈看了之后 就觉得哎 真的不错啊 所以他们正在对法医做类似的事情 那我们所有 做类似的事情就是 不管他是公司 或者是NPO 但是他愿意去公开他的社会使命 然后去公开他的每年的公益报告的朋友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社会创新的一个平台 他当然因为是Taiwan.gov.t 所以一定是中语的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你在台湾的各种不同的角落 大家所在意的时期上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是什么 然后大家一方面可以看到说 桃园 因为桃园要编自己的VOR 就是每年你跟内代国 时期上你要做交代的这个资源报告 那我们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桃园注册的哪一些社会企业 正在去帮忙这些项目去发展目标 以及全台湾可以串联到多少 那目前大概已经有四百多家在这边注册 那注册的有些是纳入我们的共同公民契约 有一些是他们在章程里面有揭露他的社会使命 包括使命锁定啊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所有这些只要有注册 那他能够进入供应链 像大家可能比较有听过的是 有一家叫做路易亚咖啡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买个某一家的牛奶 所以这个业绩就下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上面去调到鲜入房 那鲜入房是大家透过群务支持收益师 实际做出来的一个比较有 就是产销履历啊等等的这些 而且对应用比较好的牛奶 那所以当他们切换到鲜入房之后 那他们的业绩就回升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他那一年 就是去年嘛 有买到超过五百万的这个经货量 那所以我就会出来颁奖 那意思就是说透过商业行为 但是促进很明确的 因为如果有去发展工标局面的社会 或者环境价值的话 那我就会自己跑出来颁奖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产业链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台湾跟各种不同的创新团队 到底正在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让社会的环境变得更好 那所以我的头发大概都是交给好些人才爆料 那已经忘记了来的问题是什么了 那有十六位朋友来问说 委员的EQ 非常好 也都很能够正面去解读任何的意见 当然我们今天是正向理想堂 如果是互相理想堂 的话可能就是不同的理想堂 不容而保持这样子正向的态度 对于难以沟通的人或者是误会 或者是什么方式去面对去处理 其实在面对一个人处理中间 还有一个接受 整个我们整个圣言法师 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 那好像是接受面对处理放下 总之接受是才是最重要的 重点可能在面对一个人处理之前 或者之中还是有一个接受的一个成分 简单来讲就是说 其实很多政务官看到这些部位的同仁的时候 往往都是用一种好像指导者的一个角色 那那个指导者角色的沟通 其实就不是双向沟通 它很多时候是单向的一个沟通 但是实务部上面在第一线的东部同仁 它的situational analysis 就是它对实际状况的判断一定是比较无关好的 没有什么例外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接受 他们对于实际情况的判断 我们价值不一定一开始就一样 但是它的状况判断一定是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通常都是先去倾听 然后再讲任何话 那这个倾听 当然 忘文生命法 倾都是倾斜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对方一面讲 他就可能讲了很多第一线的困难等等 那你就会看到我的头在那边慢慢清醒 就是说 好像被他的话所掘取 所影响等等 那所以他如果感觉到 这个十分的不舒服不愉快 那我也跟着感到一分的不舒服不愉快 他如果感到二十分的焦虑 我也跟着感到两分的焦虑 那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我脑里它是一块空间 是保持着平衡的 所以当他终于讲完了 有时候讲个四十分钟之后 那我就会慢慢慢慢回复平衡 那我这个回复平衡的过程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而是说 我会把这个回复平衡的过程 跟对方分享 去让他看到说 诶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绝望 但是实务上 其实有另外一群人 跟你一样绝望 你们如果组织起来的话 可以达到一些改变 而且可以实际去提一些案子 那对方一定会说 可是我的长官不止期啊 没有预算啊 这个跨部门的协调 根本不是我们这些 这个小龙龙可以做的 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个有一套讲法 然后呢我就会说 没有 我觉得这个案子 很适合去投什么 总统培黑客丛 然后就帮他这个 倒立到一个新的机制 所以简单来讲 并不是说 我个人去给他什么保证 或者期望 或者什么东西 而是说 我让他了解到说 他的这个冲击 他的这个发想 虽然在本来的位置上 也难以达到 但是有一些新的位置 他不一定要带着 公务人员的这个身份 他可以以一个社会创新者的身份 在周末 在下段时间 去联系到一些 做社会创新的朋友 然后呢来参加我们的 最近的例子 就是总统培黑客丛 因为前天才刚颁奖 我自己有心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总统培黑客丛 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们曾总统 就之前说 说民主 这个以前都是两个 价值中间的对局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想一些新的机制 把它变成多元价值中间的 一个对话 那所以呢 什么是总统培黑客丛呢 就是我们透过 联络文去发展目标 你只要讲得出 你在解决哪一项 联络文去发展目标 我们就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让你的idea 如果你是公部门的话 帮你找到私部门 和社会部门的朋友 如果你是社会部门的话 帮你找到私部门 和公部门的朋友等等 我们辅导每一个团队 都变成tri-ling-word 就是跨部门的 有领域的专家 技术的专家 跟公共行政的专家 那每年呢 我们会搬出 五个国内的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像去年的 一个卓越团队 就是Water Seeker 因为他们说Water 那中文叫做 抢救税宝 那他们这个提案呢 就是台湾自然水公司的一些 中阶的一些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呢 他们合作的对象 就是这些巡查的一些人员 这些人员 带着好像耳机 或听诊器上的装备 環繞全台湾群替 全世界由单一公司 所主管的最强的水管 里面很多还是塑胶管 那听到的大部分都没有漏水 所以这个工作 其实是有点无聊的 那偶尔会听到有漏水 所以平均从有一个漏水 发生到它被听到 大概要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这个专业 但是却不太要成就感的一个工作 那他们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帮他们 媒合私部门跟社会部门的朋友 一起写了一个AI的聊天机器人 就是LINE上面的一个机器人 所以师傅呢 每天一醒来 他的这个机器学徒 就会跟师傅说 诶 师傅啊 我觉得你现在既然在这边 这三个地方最可能漏水 他的预测率 准确率大概七成 所以这三个呢 大概他去听 但是同一个或两个了 一定是实际有漏水的 所以一方面师傅的成就感 就增加了 比较多的是 你去想怎么进去漏水 而不是去听一个没有漏水的地方 那二方面是说 我们在这个侦测的过程里面 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可以不断地 让师傅的这些 situational analysis的智慧 加一个调教 它就会越来越准 那这个呢 就很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两个月 而且两天 就可以发现 那个新的漏水片 那在这三个月的过程里面呢 总统班奖杯给他们之后 以色列 对 有一个proprietary system 那开始本来想要去 中金购买的 那他们就发现 原来我们台湾自己 有这样研发的能力 就不用付那么大的手品金了 那还在想要不要 跟以色列购买的 还有一个就是威伦顿 纽西兰的朋友 那纽西兰的朋友 那纽西兰的朋友 你看到我们的这个 所以马上就请他们去维林顿 又待了三个月 然后跟他们一起 把他们的Skylar的资料 就是水下水流量 一起又训练成 纽西兰专用的 这样子一种小狼社 那这个我们并不是 卖整套solution过去 而是真的去跟他们 co-create 所以这个在外交上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每一个团队 我就是协助他们 进行一个data collaborative 那今年的前五强才刚出来 那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人身份报名 然后呢 这个由民间的团队协助支援 它做的事情 也是用 Machine Learning 去分析 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公开的财报 然后跟它的土地交易 跟它所有这些东西 然后呢 再加上总金的数据 以及实加上度 然后全部丢进一个 Machine Learning 那就是一个 Supervised Learning 它怎么Supervised呢 就是所有的乍代号工的起诉书 然后呢 所以它就是建了一个模型 可以完全用公开资料 就侦测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 哪些公司最有可能爆发乍代案 那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系统 那它的做法呢 在我们复选的时候 它就给我们看一张简报 那就说 在下个月 这个就是爆发 乍代号工程 这个模型 过不起来 我们绝选的时候 就有28英的爆发 所以我的意思说是还蛮准的 那但是呢 这位朋友呢 他在他的就是工作的岗位上面 其实呢 他最后得奖了 总统颁奖给他了 但他就揭露说 他其实是国学局的职理员 但是他是以个人身份来提案来参加 那为什么他必须要以个人身份来参加呢 是因为他知道说 他如果在他的内部做这个提案的话 根本不会到总统看到来 不会到部长或政委可能到了 他可能在局里面就说 这是金管辉的事情 或经济部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就是 这个温水啊 那但是 他说他因为看了我们与俄的距离 这个充满了勇气 所以他就发现说 你可以这样子提案 那刚好我也去国事局演讲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说 有几个总统被黑客送 那这黑客送的特点就是说 你可以说是民间提案 本科配合办理 那所以如果三个月下来没有什么结果 那你也没有奉献 但是如果你成功了 就是变成了前五名的话 总统会颁奖给你 总统办的这个奖杯呢 非常的厉害 它是完全没有奖金的 公务人员 你怎么可能给奖金呢 所以呢是没有奖金的 但是呢它是一台投影机 这个微型投影机在讲座的底下 然后呢只要你的局处长 必须来说 我还是参加记忆啊 那你就可以把投影机打开 它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 肯定的的话 所以啊 这个我们在台湾叫做生猪台 这样的好用 所以任何上面都可以召唤总统 那只要这个 看到投影机的投影出来 那很不幸的 就是这位局处长 就必须要领一个案子 因为这个奖杯所代表的 就是我们会在接下来一年之内 把这五名的提案 变成我们的实证计划的一部分 它就会写进实证计划 如果需要挑战法规 我们就挑战法规 需要改变变組 我们就改变变組 如果是需要更多的预算 我们就变更多的预算 总之不济钱来讲 你这三个月 你已经说服了全民了 说这是一个毫无主义 那接下来呢 你的这个主义 国家就帮你养完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总统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一次的母团队 它是好像光谱一样 就是从已经是既定政策的 他们叫做初訊队 做的是安宁老妖护 他们做的是一个免生AI系统 最近这个Machine Learning真的是很红 他们做的就是有80%的朋友们 想要在家裡做人生的旅程 但是現在的話 他的朋友是在醫院裡面做人生的旅程 所以他們通過Less Virtual Assistant 去把Animal Who的護理帶給所有人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團隊 第二個團隊在做的事情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去分析 這個就不是Massure Learning 而這個只是一般的數據分析而已 但是他們做的就是很多獨居的長輩 他住在一個沒有電梯的地方 然後政府明明有給他一些相關的補助 但是不管我們貼到多少隔離的公布欄 或者怎麼樣 我們有數據說明 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這些團隊 真的知道政府正在退出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主動的關懷他 但是因為地方做長照的能量有限 所以我們到底要先關懷哪些人呢 所以內政部就把所有的住房相關的資料 衛服部把所有的長照相關資料 雙方這個交叉勾輯 那交叉勾輯之後就會找出來 最vulnerable的一群長輩 那這些長輩人就是交叉勾輯要首先去的 那交叉勾輯一去 他又可以feedback回這樣子一個模型來 所以這是第二名 那第三名是司法員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不聲其擾 就是每一次酒駕 就是不能安全駕駛罪 只要一判社會上就會有個片 輿論說判得太輕 判得太重好像沒有 但是就是就會說判得太輕 那法官也覺得說 我明明是按照行情在判 但是這個判決書給人也看不懂嘛 所以他們也是用連案去做了一個 你叫他判決書衛進去 他就會生出一封判決書的白話文 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然後呢 這個判決書的白話文呢 會有一些相關的案例 他就幫他分析成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幾個factor 然後呢 就會告訴大家說 沒有啦 其實有史以來都是這樣子判的 你要有不同的factor 我們才會判到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可以說服大家說 確實法官是按照行情在判 甚至以後不按照行情的 法官可能要特別写一些的理由 那法官也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壞事 因為就像這些修漏學的師傅一樣 法官僅可把力氣放在不同的法官 有不同的見解 有不同的value judgment 甚至是有一些判例作用的一些案子上 這種非常機械性 就是套空式的 其實就是你做的最好 也不過就是跟別人一樣 你做的不好就會被出論空起 所以法官僅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案子 那現在有原因來幫他建議factor出來 最後他就是還是要看一遍了 但是至少他的risk就變得比較少 所以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大家知道的是 這架帶套空早知道 那最後一個是資料申請效方式 就是各種不同的環境團體 社會團體 在要求政府資料的時候 從來要A給B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去用也是類似 supervised learning coding的方法 去做一個鄉民語言到官式文章的自動翻譯器 那這樣子的話你在要求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寫得很重 但是他就會自動把它和諧成 就是政府看了之後 會覺得這個我可以做 對 這樣子一種事情 那這兩個回應呢 有的時候下面也是 明明他是完全支持你的 但是因為這個文言文太多了 所以這個大家看不懂 看不懂就會開始發 那所以他們也反向的 我們知道這個translation model 都是reversible的 所以他們也做了一個 就是讓公文的這些語言 可以很容易的對焦到民間倡議者的語言 這個真是功德無量 總之這些都是 就是這一屆的 五個國內的團隊 還有兩個國外的獎的團隊 那所以他們這個 就是拿了總統獎杯之後 其實本來不管他們在 本來的部門裡面 受到多少的阻礙 那像剛剛講的第一個就是 初選隊那是沒有什麼阻礙 那裡就是既定政策 但從第二個之後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阻礙 不管是跨部門的財務上的 或怎麼樣 那他們拿了這個獎杯之後 忽然之間他的命令就改變了 那我們就必須要把它 納入這個實生計畫裡面 所以我的處理方法 大概都是說 去找一些新的機制 不是去挑戰 或者否定舊的 舊的它存在 有它當年的原因 但是我們新的這些機制 也許可以比較好的 去讓想要改變的朋友們 找到志同到達 或者跨別人的一個對象 有時在你們問說 不會覺得政府 基本工作很無力 完全不會 就是我們每天都是 就是這個充滿著希望 而且有創新的想法 醒來 那為什麼這樣 不是因為今天是正常沒講解 還是說 我的工作其實就是 所謂的 intropreneurship 就是 內部創新嘛 內部創業 我們知道一個足夠大的事業體 不管它是盈利 還是非盈利 大概都會有一種 就是本來很有道理 但是到了新的時代 已經沒什麼道理 但大家已經忘記當初 為什麼這樣子設計 所以就只好繼續做下去 叫做ritualistic 就是儀式性的一些活動 那這些儀式性的活動 當我加入政府的時候 我是說 那我有三個工作條件 一個是說 我在哪裡上班都算上班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跑去工作啊 一個月可以出去 一個禮拜啊等等 但都會在上班 那第二個是說 我的辦公室的組成是 每個部會 一位志願者來加入 所以我記不下命令 不去打他們的考級 我們辦公室同學 都自己打考級啊 然後 我也不接受命令 所以 我們在做的事情呢 其實我唯一對於 來我們辦公室的同學的要求 就是他必須要work out loud 就是他在做的事情 必須要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 就是我們的stand up meeting 或者是我們這個 每個Sprint的一開始 我們都是用這個看板法 這個大家應該要休息 然後我們就是在院內 自己請了一些白毛駭客 然後我們身上都是國際 前二名前三名的白毛駭客 來打這套系統 這叫Sandstorm 那我們就是把所有的 我最常用的一些 自由軟體的 像Rocket Chip 就是跟Slack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Weekam 就是跟Track 長得一模一樣 CodyMD 就是長得跟Hack MD一模一樣 Devros跟DropLine 一模一樣 反正你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所以總是就是 全部都把它寒貨 到我們的行政院內部 但不是行政院 任何地方政府 或者任何公務機關 只要你的email 是GoV.t他們的結尾 你就可以免費的來使用這個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大家最常用的其實 不是什麼共筆啊 也不是什麼看板啊 而是訂便當的這一套系列 因為我們這個底層的Sandbox資安 都已經結合過完全沒有問題 只要會一點點 JavaScript 就可以非常容易寫出系統來 而且可以一下子普及到全國的公務員 所以我們就這個 你看它有SSO啊 有自動代入啊 它記得我上次的order啊 然後就可以很快的 我們把行政院附近的所有的便當店 都已經開了照了 那所以每次要訂便當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地使用這一套系統啊 這是我們的Tilla Application 那總之我們在各部會來的這些朋友們 我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 目前誰訂正螢幕啊 誰沒有訂正螢幕啊 然後大家到底在做什麼 好比像說我們最近才在幫故宮 去進行一個優化 去讓他們這個所有在訂票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啊 都可以很清楚地用服務設計的方法 那因為每一部會都有開放成聯絡人嘛 大家看到蔡聖谷這個報酬軟體 尤其今天報酬的時候 我們就收到這個各種各樣的要求啊 這個衛福部也要對那個健保的無卡化 去進行使用這個體驗設計 但故宮呢 我們是內閣成員 我們知道故宮的院長 是我們內閣三十二個部會之一啊 那所以呢 故宮的院長也說 那我們可以用財政播這套方法 然後來讓大家更能夠去親近故宮 而且不用一天到晚在那邊排隊啊 那所以這個是 應該是 應該是上上週我們的一個 草案 不是我要自己配口牌嗎 好 那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影響我們就果斷放棄 總之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去電話說 連南故宮透過 像大陸的博物館 或者武藥和博物館等等的這些 參訪的見證 他們也想要這樣子一套系統 那如何用服務設計的方法 讓所有各種各樣子的 就是賣票的朋友啊 這個去團購的朋友 自由行的朋友等等 都可以有最好的這個體驗 所以其實如果是 不想要讓別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部會 本來就不可能派人來我辦公室 我有32個部會 所以理論上也有32個同事嘛 但是目前只有21個同事 所以你就知道是有一些部會 長江戸到晚也沒有派人來 或者像路國防部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路委會也沒有派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但是外交部後來 經過一年之後 發現這個非常的價值 所以我的推特現在就是外交部的 小編在經營的 所以無論如何 大家就發現說 越多這種不派人知道 只派人不知道的事情 其實 誤會跟部分之間的silo 就是無常效應 就可以有效的去把它迷惑 不是說我拆掉本來的reporting line 而是在我在reporting line 中間有一個很像的一個 thin network 那這個就是靠大家 整天一起聽點檔 整天一起在社會創權實驗室 會一起用Rocket Chat 以及用Trello這種看板的系統 慢慢就把大家的語言 在社會創權實驗室 就是不會有任何的無力感 有十歲朋友說 天下雜誌提到 這個是許育仁提到 我要特別講一下 許育仁提到 很多新創作文化學院 找唐鳳凰子 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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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體育署管體育署的部分 文化部管文化部的部分 所以最後其實是有寫出結果的 但是很多朋友呢 他可能看到前面的這個公租會啊 全部的紀錄啊等等 但是他後面的這個追蹤呢 可能沒有跟到 那所以就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用 但是這個很可能是我們的 telling horizon 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時候委員們嘛 總是希望說 一個禮拜就要給出交代 兩個禮拜就要給出交代 最近大家可能滿有看的啊 但是我們在這個公務部門裡面 通常你要改一個規則 甚至像電競人的後來進了立法院 要改一個條例 那這個我們光是法規會的作業時間 大概就要三個月左右 所以其實一開始有接的單子 大概到現在慢慢慢慢 但是中間大概都有 三個月到六個月一個等待期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的檢討 就是說我可能只是透明啊 是不夠的 很可能是需要有一個像 如果你用電商訂一個貨品的話 你當然不會希望他 說下一分鐘就到你門口 那個是可能以後無人機 大概也不可能一分鐘嘛 那但是大家希望的是說 知道說他們一步走到哪裡 他正在急火 他正在開送 他正在怎麼樣 正在怎麼樣 所以實際上他可能 超過24小時才能夠到 可能因為什麼大菜機啊 什麼之類的啊 那但是就是他 為什麼24小時之後 還沒有辦法到 他要給出一個交代 所以我現在是覺得這個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都發現給出交代啊 就是對內要對公務同仁有交代 對外要對民間朋友有交代 所以是雙面交代 這個雙面交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在以前 往往只是說 我們對外給出每一次的這個紀錄 只有 transparency 但是呢 對內呢 其實對內都有一個accountability 但是外部看不到 我們的accountability 這個機制 那這個是確實 修委員提醒的是很對的 那這個我們應該要加強 所以我們在 好比像說社創巡迴 我們的介面到後來就 改了蠻多了 因為以前真的是 只有回憶記錄 但是現在呢 所謂的現在就是大概 半年以來啦 那半年以來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 每一次的巡迴之後 我們叫做逐字管好 就是每一個地方的朋友們 問的每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 登陸到一個環境系統裡面 然後大家都可以 直接的去按照文字語 去看到大家最關心的題目是什麼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 台南廠的所有的提問 就是哪些是處理中 哪些是已經回復 哪些需要多久的時間 哪些是地方政府權限 現在分案分到哪裡啊 所有的這些東西 什麼行動支付啊 行動支付這個應該已經回了 就是小農 這個其實是可以成為 這個配樂商店的 其實有時候有睡急就可以了啊等等 我們也為了這個 去調整了一些規則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 主動低送的方法 去回應到這些的朋友 但是你如果實際去看 這個處理時間 很多確實是三個月以上 才能夠去處理完 比較明顯的一個意思就是 能不能夠透過網路去進行 心理師的諮詢服務 那那個其實我們處理了一年 但是現在已經處理好的 就是可以 那已經有一個示範計劃正在展開 那所以我覺得薛委員提醒是沒有道理的 就是如果我不去講說 一個月之後會發生這個 一個月之後會發生那個 到兩個月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出貨的方向 四個月之後 就可以給大家一個交代的話 我們如果一開始沒有 這個程序的回覆的話 那很多時候到第二個月 大家都已經喪失興趣 那所以後來 我們雖然都還在追蹤環保 實際上每個月都有環保 但是沒有人有這個興趣 再去知道環保到怎麼樣 只有最後通過的那一刻 他又收到一封email 那那個時候才會去覺得 這個通過了 但是他大概也不會記得 回去跟徐委員說 對不起我上次跟你抱怨 我們那已經解決了 那這個就表示有一些 快取可能需要清楚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對於委員的指教 我是虛心秀教 那在最近半年以來 我們特別在accountability 不是只是transparency 這個部分有多相當多的家層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認為台灣社會的創新力是如何 然後跟這裡講的 應該是中國大陸地區吧 應該不是什麼美洲大陸 或者澳洲大陸啊 然後如何加強台灣社會的這個創新力 我想台灣是真的蠻得片不厚的 就是我們的社會創新的能量 包含產業的創新的能量 絕對與工部門的創新的能量要來得高 而且震盪性也比較高 那這個其實是很罕見的一個情況 大家可能有聽說過一個 我很喜歡取個例子 叫做空氣盒子 空氣盒子就是有一群朋友 覺得說自己加附近的PM2.5 等等空氣污染 環保數當年只有77個側站 所以大部分都離大家很遠 那大家會自己在陽台上面 甚至像台北市作為環境教材 在小學裡面 或者是在辦公室裡面 自己就放一個很便宜不到3000塊的一個 不斷地會把數據上網傳送的這樣子一個偵測 那這個IoT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不是只有給你自己看 而是它會匯集到中研院的一個叫做LAS的 這樣子一個社群的計畫裡面 那這個計畫呢 甚至還有跟成功大學的區塊鏈實驗室的合作 把大家的數字都寫到分三十帳本 那這樣的話誰都不能篡改 誰的數字也不會出現 說要選舉前什麼話音數字篡改 什麼的這種奇怪的狀況 那所以大家隨時只要打開 這是G0B堅持的空氣盒子的視頻的話 AirMap.G0B.TW 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台灣的數位落差 台灣的空氣環境 那這個空氣環境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動物是非常乾淨的 可能不是數位落差 可能是因為空氣太乾淨了 所以它不會需要設空氣盒子 那但是這個中部和南部呢 在這邊就可能有些挑戰 那我在美國周邊呢會演講的時候 我只要碰到這個我們附近的jurisdiction 不一定是那個Chinese continent的任何朋友 他都會問說 為什麼你會縱容民間社會做這種社會創新 在他們的國家 可以選擇 它有 它就已經開始 比環保守的測生的數量多了 它就開始挑戰環保守的公信力了 因为环保署有一个数字,民间有一个数字,你当然相信你朋友的数字,怎么可能相信环保署的数字呢?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啊,这个领导人,我们就会希望他加入我们Galtech Farm,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政府啦,那如果他不加入的话呢,那接下来就可能要开始就是插水标了等等。 然后,那当然我事先跟他们表示说,我们其实发言已经改了,他们没有再插水标了,那现在就是要装置为水标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一向以来,从解研以来,从1987年以来,民间社会的公信率本来就比政府高,我们是1996年才有总统持续,所以有10年的时间是这些社会部门的朋友在累积他们的公信率,一直到现在,如果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灾害啊什么之类,然后第一时间这个政府发布一个数据,然后同一时间可能像慈悸发布一个数据,大家是相信慈悸的数据,大家不是相信政府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政府碰到这样子的社会创新的能量,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拿不过就加入。 We must join them, we must join them. ,我们中国 Cathy, 然后再有一个地方,他们要一下他们的车缺,我们应该去 cargo我们的车缺,而我们研究,我们没有到处在一个核车中间的核车,我们我们就去问这些运动者,说有没有哪些地方你们想要加测车,但是你们加不起来的? 那他们就说有啊,当然有啊,我们像说一些科学园区啊,工业园区啊等等啊,他们怀疑这边有这个空气无人,可能没有啊,但是他们怀疑有啊,那但是里面呢,这个他们进不去,因为是私人土地,那后来呢,我们协调了一下就发现,虽然是私人的,但是路灯是我们的啊,路灯我们可以讲,我们就把空气格子挂在路灯上,那又或者像说民间的一些团体都说,我们很希望在这边有个策畅啊,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哪些是境内的, 一栋培一栋污染源,哪些是境外的污染源嘛,那但是虽然民间无人间的能量很强,但是飞到这个点上面呆在那边,真的是强人所难啊,一快就没有电池就会掉下去了,所以说这边有话要在这边加策畅,那我们可以啊,我们离安风机在这边一方啊,之后面前都非常有帮助,但是这个的重点就是说,政府不会在一个说我来了领导民间创新的这个立场,而是民间有创新的,不小心我们打到路了,我们赶快调试一下,不要打到路了,那比如说,政府不会在一个说我来领导民间创新的这个立场,而是民间有创新的,不小心我们打 有些地方民间真的进不去,那政府用补充的方法进去,那包含总统培和总统培和我们的沙河的实验等等,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概念在运行,就是用社会创新来带动我们的法规创新啊,最后一个问题了,有社会朋友们问说,担任政务委员之后,遇到这样的挑战跟成就感的事情,挑战时都没有遇到,因为当时这个林轩老师,林院长这个找我进去的时候,跟他谈了三个老虎学上的条件嘛,那就是 基金的托养,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然后不向民意,不接受民意,他就说OK,但他说,他有一个问题也想问我,他说你来当政务委员,到底是因为怀抱着一部使命,还是你想要改变社会的哪一个部分,还是你觉得有责任,还是这什么怎么怎么样,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不好起吗,我就说,没有啊,我就是做兴趣,我们知道兴趣时代的政务委员,这个对他的三观起来造成冲烫, 所以他之后,访问的时候,有事没事就会提到这件事情,他说,确实啊,这个热情啊,是会烧光的,但是兴趣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那确实是怎样,就是我本来就是对于另一个方的不同的想法,在不同的立场里面找到公文价值,透过这个公文价值找到创行,这本来说我兴趣,我不管在政府里面,在生活里面,当然就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非得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今天没有什么非得讲的事情,是各位机缘, 认识的,反而变成是充满了正向力,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硬要讲什么,然后有一些人感兴趣,有些人不感兴趣,我讲的,按照定义,大概都是大家感兴趣,你们大家按的赞嘛,那所以这个就是,最主要为什么没有碰到挑战的事情,那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我想就是去看到公文们的创新的能量, 因为大部分的公文们的朋友们,对外的这个,就是西装或套装衣服的这个印象,总统这个礼拜天在致辞的时候,也是说,这个他认识的公文完全不一样,他一见来总统麦克松,觉得为什么都是年轻人,然后再一看,不对,省记长已经快要退休了,司法院副院长等等,其实都是有资深的,也有资欠的朋友们,为什么大家都看起来非常年轻,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risk free, 就是大家可以去,放胆的去创新,而不用去担心谁要跟头落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总统也非常地有感,说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改革的概念,就是不要把民间当作是伙计啊,把民间当作是伙伴,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是他非常非常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管年纪如何,不管关键如何的公文员,在这个新的创新的情况下,真的可以做出一些非常突破框框,而且真的能够解决我们的经济社会, 所以可能缓清问题的一些提案,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